这种热闹而不嘈杂 这才是老北京的一种感觉 怎么意思 拍我 大哥 欢迎来这个西城西丽林指导工作 你说我能信你吗 你一个东城人 你告诉我西城你熟 这边我熟 这儿又戒严了 交通管制了 这儿过车对 刚才差点没过来 差点都拦的 长安街 大一路 彩虹桥 这就是西城区的复兴门 以前在清朝的时候 这边就是衙门口的存在地 什么刑部 督察院 大理寺等等的 这一带属于香红和香蓝的地境 现在的西城区还沿用着过去的传统 也都是机关博语聚集地 大西城气派 国家所有的这大部委 基本都在西城 你看西城我觉得 就是特别长安街沿线 变化不大 对 它不可能有太大变化了 其实像咱们 我觉得像咱们这一带 没赶上它的变化 老家那一带赶上变化 咱们就是享受现在的 就是现状 享受这个现状 对 包括再往西 除了现在冬奥会以后 这个哪 手缸有一些变化以外 对 其他的 这沿线好像两边全没什么变化 这些大院全都还是那样 对 这两边没有什么变化 手缸变化大 手缸变化大 对 手缸搬迁以后 还没去过 等有机会 我去手缸看看 这个哪个是乐坛街道 你知道吗 就是清晰的一个划分 清晰的划分 我觉得从抚兴门桥 东边肯定是抚兴门桥 抚兴门桥往这边走 那边是到 西边到哪 应该在军伯往东 军伯 或者是木西地往东 那么老 木西地往东 那可能到不了军伯 就木西地往东 然后往南 我觉得往南应该差不多到白云桥 白云桥 白云桓那 对 白云桓到北 往北应该是到展览路那红绿灯 再往那边应该是属于展览路街道了 展览路 红绿灯 应该是福成门那条街 对 京斌饭店那个红绿灯 往这边 这边应该都属于夜餐街道的 它挺大的 好 带我转着去 走吧 国家海洋局 和中国国家贸易促进会 广播电视总局 对 没变 嘿 这么一看 前面那木区地也军伯了 对 那个 前面那个 看那高峰那桥 那桥 对啊 那木区地嘛 对 嘿 原来那场觉得咱们军伯挺远的 就是离复兴门 离咱们那边也更远 那现在你看这一看 四十三占地 这也不前 那得前面就是那个国家什么来的 国家博物馆 国博 首博 首博 对 首博 然后还有我说复兴医院 是吧 对 我让你往前走 就是让你多看看 这两边的街景 你不要着急下那边 你听我指挥 听我安排 对 这岁数比我大 这复兴医院 不能吧 可以 必须比我大 真的 是吗 真不骗你 我小时候我妈带我去我老子家 这就已经有福岳上下城了 特别特别早就有了 哦 那小时候我不通不往这边来 对 最早 北京最早地下站 始建于1965年 怎么会是最早呢 不能是最早吧 差不多 那这一趟的馅儿好几个的 你怎么不知道踏最早啊 对不起 我又抬杠了 那时候一号线就到南里之路 那边没站 对 这是始发站 对 那边是到苹果园 应该是到哪 咱小时候这儿是到始发站 对 所以这应该是最早 那时候没有福星门 咱们上中学了 才有福星门的那站 哇 才倒走特长那段路 对 郭南央后边那个楼 你看那个 是什么 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 工会是为工人 说话谋福利的 有什么欠薪 不发工资 苛扣你的 无限移金 都可以找他 嘿 你看这大西城的电通道都不一样 哇塞 那多气派 看还带字了 真是九曲十八弯 哇塞 真的 西城 这边西城外环外 还有胡同吗 有有有 瞧 西城的胡同 这不能叫胡同了 大大哥 莫吉 莫吉 啊 这边原来都是宿舍吧 嗯 应该都是部委宿舍 我告诉你啊 这边是 右側边是部队的 就刚才二炮呗 对 部队的 再往前面一个扇 全都是铁路 全都是铁道布的宿舍 哦 总体来说这边的胡同还相对来说比东城区像东四十条那边的胡同也宽 这不能叫胡同 这街道了这是 前面玩 哎 这不是奇惨云南吗 这个 这个不是 这是国家电网 这还哪还有胡同 地藏庵 中巷 这多牛逼的胡同啊 地藏庵 中巷 这边是不是原来就那个庵啊庙啊多呀 不知道 反正就叫地藏儿 这应该原来算是城外了 北京城外了 对吧 这咱也不好说吧 这都不是外城了 外城在南边 我爸刚才还说呢 问我去哪 我说去那个 西二环 他告诉说 嘿 西二环 然后我问他 我本来说 我说我能走到那哪儿呢 北京展览馆呢 我说那叫什么呢 他以前 他告诉我叫苏联博物馆 这叫苏联展览馆 原来叫 那儿有一个 莫泽哥餐厅吗 我记得是 对 老莫 老莫 要不中午请你趁那吃去 哎 我看行 我看可以 我早上也没去过哪 然后那个什么 我爸说 你知道我小时候一说去哪儿玩 那边有一个公园 我说什么公园 西郊公园 我说西郊公园 我爸告诉说 就是现在动物园 哦 这是什么什么的小学吧 我们这边有好多小学呢 这个是乐坛中学 哦 乐坛中学 重点学校啊 他跟这个 日本是这个友好学校 他们经常有时候去日本 然后日本有时候来 对对对 他日语是很强的 对 原来北宫大的一个 同学 他是那什么的 他就是学日语的 对 所以去大学他很费劲 很吃力学英文 对 因为他中学的时候没学过英语 对 你说爱着乐坛中学有一个什么 中古友谊小学 爱着乐坛 爱着乐坛中学 现在已经搬走了 不在这边了 他原来低年级部在这边 高年级部在三立和那边 中古小学 中古友谊 他是财政部下属的 直隶属于财政部下属的米小学 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趋劲点吧 你看 刚才你说这个逛胡同吧 你看这个就明显就是现代派的胡同 咱们东城那边原来 包括老西城 大环立立 那都是平坊 你看这个胡同 都是楼坊 然后中间形成的胡同 所以我说这应该叫街道 这岳田卖手组 著名的岳田卖手组 搬走了吧 那招牌都没了 我们办户籍 办身份试补办什么的 然后打架都在这 办事了 都归这管 岳田卖手组的门在这 对 这在往西是财政部吗 对 财政部 发盖委 发盖委 工厂总局 现在不叫工厂总局了 叫市场什么监督管理局什么 这是什么地儿 这个 这不是人同医院吧 不是 这应该也是 这一个什么研究所 好棒 研究所这么大个 嗯 这一个什么研究所 就这楼 哪个 这大楼 这一楼啊 这是那个国家信访局 你去过吗 他说不受理 不受理民情 受理民情是在南韩那块 永俊门那边 哦 对对对对 那是北京市新宝坛 唐人墙那边 对 月坛日坛天坛地坛 对北京讲的对称 是不是 还有什么坛啊 还有什么坛啊 就这坛吧 坚持房基本都是铁路的 那这可以 铁道部的 铁三区 这边铁三区 那边铁二区 铁二区还分什么南区 北区 卧槽 那打了去了 那一片 牛逼啊 哎 这个还是小学吗 那你把那手机号给我 这个原来啊 你看啊 你看见没有 六十元 你看见没有 这个上面那个字 中学 北京市 这是第四十一中学 原来是 哦 四十一中啊 对 原来 然后这一片 现在全都是铁二的 整个铁二都给收了 这是幼儿园 看到吗 这是今年新家幼儿园 那是去年新家的小学 然后里边那个楼是初中 高中 铁道部第三住宅社区 哎 这真是 有年头的 这都 这一边特化 是啊 不是安静 这老宅子 真是 你看这声音一下就 就安静下来了 老宅子特别好 还有人弹钢琴 多棒 这边全是这个 就那边有两栋高层 其他全都是这个 这都是以前 那也不是一般职工住的 先介绍介绍铁番 著名的铁番社区 像是你谁家养鸽子 谁家养花 我去 谁家是小鱼儿还种的葱花草 什么的 这这么高 这是它社区的物业 在这里边 这也就是人家机关单位 你要像这种老的这种普通工厂的宿舍 哪还有物业 对 物业 然后那边是 社区有一个聚会 而且还得像这种大单位 对 这院整体的素质还是挺高的 没有什么 在院里边什么唱歌 跳舞的 什么大档的 大台极拳的放下 没有 对 整体素质都挺好的 自己该干嘛干嘛 然后早上上班你走你的 安安静静的 然后回来就各回各家 该做饭做饭 该干嘛干嘛 挺好这院 保持着挺好 你看这就是一种 另外的一种 你看胡同 和所谓的西城的大院 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这还不是部队大院 这是单位的大院 对 街里街坊的也都认识 是吧 对 这就是一个小社会 月潭的地方就北街了 就是北街了 这条街上基本都是中传的 往左边走是中传的组公司 中传的集团公司 在那边 在那边 这边是中传 物资有限公司 和中国传播行业工业协会 那边呢 月潭公园 著名月潭公园 就在那个方向 它走疯了去 现在走不动了 能不能白歇的 给我们讲讲西城呗 西城 大爷 西城大爷 那都是 讲文明 有礼貌 高素质的大爷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还是你大爷 但是你大妈已经不是原来你大妈了 你给讲讲 这是你们西城的什么玩意儿 灭文明的吗 这是 跟咱小时候挖泳那似的 你也猜猜的 罗马家有火锅 火锅城 风拱开的 我也听他们说的 大概率是 这就是西城区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哎呦 长这么大 第一次来月潭公园 你得陪我进这转转 转转吧 不要喝酸啊 不用喝酸吧 下个天打孩子 闲着闲着闲着 坐一个去吧 买票吧 不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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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特色的 在那个 谢谢你 我讲讲月潭呗 真不知道 月潭真不知道 你还看 你可以上那边看简介去 你让我讲来的理由还真不知道 这北京啊 以前还是在那挺讲究的 有天地潭 后来又分出来了天潭和地潭 原来天潭就叫天地潭 它是一个地儿 后来分出来 这现在有个 后来有个日潭月潭 是 这是接收月光 月亮能量的是吗 在这儿 城里就是这点 通源多 然后可以踢键 我想起来了 我昨天不是问你吗 我说这边月潭 要有一个批发市场 在月潭公园里头 没了 后来想起来了 叫天外天 对 咱在这个 就在这条街那 那个墙边上 对 有一门 可以下去 对 那个应该是以前的 那个人房的那些房屋弓 那挺深的 那挺深的 这是晚以前有吗 没有 像是 一晚不知道 后来的吧 新盖的 对 对 这儿是原来天外天的入口 对 现在叫什么 月潭园艺推广中心 OK 花垫了 那肯定下不去了吧 倒闭了 这只能让老西城的朋友们 倒闭了 给评论一下 这是天外天吧 以前的 对面就是居中街吧 对 居中街西阔 就阔到这儿来了 那等于 这条街满路东边 全都属于是 居中街西阔的这些项目 对 行了 在月潭那边咱也拍差不多了 啊 你带我月潭 我带你去老末 嗯 走着 这是变弹大厦 多棒啊 原来看 天红鸡巾 欢迎在这最棒 信封报道部 力宝账 百分之魅账 百分之魄 府然 水 �謙 我爸说的 说这就是当年斯大林同志 原建 中国给盖的 所以当时叫苏联展览馆 边上就是西郊公园 后来的动物园 那个前面那不是手体吗 我爸说那年 跟同学骑板车 他们仨人登到这 正施工盖手体呢 上面写着大寨体育馆 那时候说是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远眺西的门桥 那谁莫桑是在这出的车祸吧 牛正华 牛正华 设备检修 得 老沫也吃不成了 9月27号到12月31号 也不是有什么活动 这全都给管制 老沫吃不成了 咱得请你吃个地调点的是不是 俄美酒家咱总店 骨抹鸡丁 走着 满园 这么大帅数不务正业 您看我点的几道菜 还算正宗吧 还算可口吧 到俄美酒家 是不是应该 最起码这俩肯定是必须点的 对吧 还有眼睛啤酒 感谢一个老忠诚 带我逛了西兆 本来今儿要请你吃老沫 因为老天给我省钱 咱只能吃肥皂冬粿了 两个老虫条上西兆鸡 对 谢谢谢谢 干着 常来我们这个西兆啊 得得得 那肯定我瞧懂 这种热闹而不嘈杂 这才是老北京的一种感觉 还记得这是哪站吗 在这个站台能看到前面那个站台 还记得第一个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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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